大家好,欢迎来到伊凡讲民间故事 喜欢听故事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关注 每天更新好故事 话不多说,接下来故事正式开始 时事夫妻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谢文珍的男孩出生了 这时候父母发现,有一只母狐 总喜欢在房前屋后徘徊 等到孩子可以独自玩耍了 母狐狸就来到了她的身边,陪着她戏耍 很快的,谢文珍上了学堂 狐狸就陪着她上学放学,却从来不进她的房屋 因为父母不喜欢,总是驱赶 一直到谢文珍长大了,自己在书房里苦读 她就把狐狸悄悄地带进了书房里,陪着她读书 每当谢文珍读书时,狐狸就握在她的脚下 眼睛里充满了柔情 那种暧昧的眼光,常常让谢文珍心声遐想 要是狐狸能变成女人就好了 还别说,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8岁的生日那一天,父母弄好了一桌好菜 准许她喝了一点酒,谢文珍有点醉意 连衣服也没有脱,就睡着了 半夜里啊,谢文珍感觉有人在帮她脱衣服 睁开眼一看,却是一位美丽的女子浑身芳香 宛如天险,她大吃一惊,猛地坐起来 颤声地问道,你是谁 女子痴痴地笑了起来,说道 你不是总幻想我变成美女吗? 如今你已成年了,我就变成美女来陪伴你 与你结为夫妻 原来她就是那只母狐狸 谢文珍满心欢喜,拦她入怀 询问她叫什么名字 女子说,我叫燕红 前年事都是这么叫的 听她说起了前脸事 谢文珍恶然地看了看她 不解其意,燕红笑着说 这样吧,我还是让你想起前世的事情吧 我脸之间的爱情需要从头说起 说吧,她伸手在谢文珍的百慧穴上拍了一拍 一股卵瘤从百慧穴里灌入 头脑一阵悬晕 开始出现画面 画面上一位年轻后婶 腰里悬着剑弧 身上挂着弓箭 到山上去打猎 路过了一座村庄 忽然看见一位军官打扮的武士 抓住了一位驢子殴打 后婶义愤填衣 冲上前理论 武士恼怒沉羞 与他对打了起来 后婶是个射箭高手 转身就跑 武士在后追赶 后婶猛的一转身 一箭射穿了武士的喉咙 武士倒地 化成了一股青烟飘散 原来武士是鬼王 企图霸占女子 被后婶一箭射得是魂飞魄散 女子自称叫燕红 本是狐仙 因为道行低浅 故此受到鬼王的欺负 为了报答后婶的搭救者 他愿意与后婶结为了夫妻 后婶大喜 把燕红带回家成了亲 但是啊 好景不长 过了不久 后婶病倒了 原来啊 后婶是杀了鬼王 因私来找他索命 临死之前 他拉着燕红的手说 我才和李做了半个月的夫妻 非常遗憾 没有和李做长久夫妻 燕红哭着说 我要和李做时事夫妻 海枯石难不变心 年人定下了时事之约 后婶撒手西去 后婶被殷私沉戒后 投身为了一位龙夫 刚出生时 就有一只狐狸来到了他家 陪伴着他长大 后来和他成了亲 这只狐狸就是燕红 一直到了六十岁后啊 龙夫死去 又转世成为了一名将军 燕红跟着他兰征北战 一直到将军战死沙场 将军死后 投身为谢文真 谢文真如梦出行 感动得热泪盈眶 原来燕红追着他来做第三世夫妻 但是感动过后 他忧愁起来 父母思想传统 会同意他取一个狐仙为妻吗 燕红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 笑着说 无妨 过几天我扮成逃烂的女子 求礼父母收留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做夫妻了 天色微亮 燕红变成了狐狸 穿过窗户走了 脸天后 谢母正在打扫庭院 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蓝绿的女子 昏倒在地上 谢母赶紧将她抱进屋里 喂了她米汤 女子醒来之后 哭诉从北方逃烂而来 父母都饿死在途中 谢母见她长得端庄美丽 便收留了她 女子便是燕红 后来谢母见儿子喜欢燕红 就让他们成了亲 几年后 燕红生了三个孩子 一家人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 时间一晃 谢文真七十岁了 儿孙满堂 她死去之后了 燕红紧跟着就失踪了 过了不久 谢文真投胎转世到一个父户人家 刚出生 她的父母就惊奇地发现 窗外站着一只狐狸 对着婴儿叫了脸声 故事讲完了 我一直认为 咱们中国的民间故事 比外国的那些童话故事 要好听多了 如果您和我也一样 喜欢咱们本土的故事 请为我点赞 关注我一下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请您长按点赞三秒 一起为这个故事蓄力 您的鼓励 是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三秒